哈喽,大家好 好嘞 欢迎回到这个关于daytree推动收入和投资的频道 今天是周末 今天是周末 所以呢今天就比较轻松 很久没有录视频了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的现在这个市场整体的走势 到底适不适合做daytree 还有很多小伙伴问我一个名 比如说做daytree的到底赚不赚钱 现在的市场这么不好 到底我们还要不要继续的操作下去 如果操作的话 我们应该做哪一类的操作会比较好呢 那好吧 那今天就见你今天的视频吧 反正现在是周末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就会比较轻松 也是希望大家能从中受益 希望你看到最后 这一段时间呢 我没有做daytree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是出国了 第二个呢是这个前一段时间呢 有个非常失败的操作 导致了我自己的这个自信心有一点点受损 其实有很多小伙伴自信里边呢 就问我说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daytrader啊 怎么样可以成为更赚钱的交易员啊 其实你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也是在一开始每天每天都会想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是我在一开始做这个daytrader的时候呢 第一次被merging call之后呢 我的心情简直要哭的心情都有了 然后呢之后就是经历了很多很多 不是说有这样一句话 当你经历很多的时候你就没有感觉了嘛 是的 所以现在呢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的 只会有一点点对自己的这个风险管控的能力呢 有一点点失望 所以呢大的情绪波动倒是没有 因为这段时间其实呢他你想做多的时候呢 他就给你一个做空的一个大的news 然后就像上个星期大家都觉得这个CPI的数值呢 基本上是低于预期了 然后呢会觉得会大跌 但谁知道呢整体的这个华尔街呢 就给你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圈套 然后呢大家都进跑进去做空 然后第二天呢他全部再给你这个拉下来 大家都被套了进去 所以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样的情况 作为daytrader来说呢 基本上是比较少见的 我的失败呢 可能跟大家这个做长线 或者是短期货不断的话 可能还不是一样 我上次那个失败最大的就是说 我在这个做空的时候 当天呢有一些不知道什么样的news就把这个股票拉升起来 然后呢我是太自信 然后呢没有及时的去这个buy to cover 也就是这个stop loss出来 然后结果呢就损失了一大笔钱 那之后呢就会一直的想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我在超盘的时候呢 那一个partum其实是 我已经比较有信心的一个partum 在2020年2021年 基本上是成功率可以达到70%以上的 然后呢之后呢我就停了两个星期 一直在想这个事情 为什么 其实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失败会出现 后来我就发现说是 其实呢现在市场呢和2020 2021 2019 甚至更前面呢是完全都是不太一样的 他每天呢都有不一样的事情产生 就是都会给你有很多的surprise 所以每一个daytrader在你用你以前的数据去 放到今年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太作效了 所以就是一直要update更新你所知道的知识 和你所这个所存的所有这个库具 这个数据去分析你这个partum 是不是还适合在这个市场上去用 所以呢就是我自己过于太自信了 然后呢做了一些失败的这个操作 然后呢就导致了我这个自信心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受损 然后现在就是在这个恢复期 大家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已经恢复的没什么了 我只是在要想说新的这个partum 新的这个strategy应该怎么样去用去这个 它的这个成功率到底是多少 我要不要size有多大 所以现在我在想这样的事情 我的老师呢在跟我讲说 作为一个成功的daytrader呢 其实呢呃你要有自己的这个这个缓和的能力 再加上呢你越少操盘呢可能你的胜算就越多 作为一个daytrader来说你的成功和失败呢 并不是看你一天或一周的它是overall我们在报税的时候 你看一年你这个月可能赔了20万 但是你下个月可能赚了50万 那整体下来的话一年你可能赚了这个对吧 有的有的daytrader好的可能是5到10个million 不好的大概是20到50个这样子 当然有赔钱的可能性了 所以那些在私信里边来问我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daytrader 怎么样成为一个赚钱的交易员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因为呢这都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小天才的话 你就会找出你自己的那一套partner 那一套strategy 然后呢你总结出来之后呢你去试用 而且你要有这个胆量去try 之后呢可能呢你在这个strategy上面 有赔有赚 有赚下来呢就会赚很多的钱 那作为一个好的daytrader 我就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discipline 就是自律 自律就是说在你赔钱的情况下 你也能控制你的心情 在你赚钱的时候呢你也能及时的出来 保证你赚的钱呢没有被就是说再去操作 其他的这个交易的时候呢赔掉 所以作为一个daytrader好与不好 并不是这个只看你赚不赚钱 因为这个赚钱怎么说呢大的投资的人 大的那些大佬们也是大起大落 如果这个一开始做future或者一开始做这个option的时候呢不懂的情况下或外汇的情况下都是赔了很多钱 再试一次然后赚了非常多的钱 所以你这个不能说今年或明年赚到钱了或者赔到钱了 你就不是你就是或不是一个好的这个交易员 真的如果你是兴趣爱好的话 你大概保证每天赚个三百五百美金的话 你开心的那就好了 那如果说你是觉得这是一个你以后想做的这个职业的情况下的话 那真的就是要make sure你的心情你的自律还有呢保证你每一周操作呢尽量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因为找到一个你自己合适你自己的这个战略和这个parton是不太容易的 如果说你今天看到哇这个现在他在这个一个很长的这个tentose红色的跌下来的情况下 你就跟着去做空的情况下 那就说明你没有你自己的parton对吧 所以如果要是大家觉得作为一个好的day trader 就是每天操作很多很多次的这样的情况下呢 可能我觉得你可能才进入这个行业一两年的情况 这样子你快进快出的话你做这个scoping 那这个呢赚钱我觉得这个成功率可能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有点像赌博了 但是如果是说你真的是做day trade做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呢你知道你自己最适合你自己的性格 不管是option也好future也好或者是这个做这个day trade或者shorting long什么都好 只要你找到你自己适合你自己性格的那一个操作的方法 我觉得那就是最棒的 然后呢按照你自己的方法 你按照你自己的这个方法要记录下来你的成功率是多少 然后呢你觉得这个对于你来说真的是蛮赚钱的耶 那你就每天看着哎这个股票可能是哎这个比较符合我现在这个partum 那你就会赛进很多进去那当然你会赚到一笔 其他的你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不知道这样的你赛进去会赔钱或者是会赚钱的情况下呢 建议你就小小的去试一下 然后呢做十个这样的操作也全部都记录下来那接下来会赚钱会失败的话 你就从你自己的这个记录里边去找出他的成功率和这个risk和这个reward这个risio到底是多少 如果是1比1的情况下的话那和赌钱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是这个risk是1这个这个reward大概是5或者是6到10的情况下的话 这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投资 所以呢即使是你赔了一点点钱的话你知道了这样的方法 你会看这样的图 你会知道他的price action是什么 你会看他的这个support和这个reward level 你会知道他在这个consolidation的时候呢是下一个动作是应该上下呢还是上下呢 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和一些经验还有一些screen time 那接下来的操作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 我们看现在的情况基本上有点像这个1982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征性的反转会让我们知道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整体这个股市就反转了 就得像这个2020年这个疫情大爆发的时候 美股市大家都在想说他是以什么样的反转形式呢 结果他是一个勾勾型的反转形式 所以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信号去告诉你 说不定哪一天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中利空全部都出镜的时候呢 我们就变成了这个好的大家喜欢的那个市场 因为我的老师不是说百分之九十的人呢都是喜欢做多的 但是呢赚钱的人呢就是那个百分之十百分之十的人呢他是做空的 但是呢做空的人呢他们风险也是非常的大大赔大赚 所以现在这个市场呢如果小伙伴你是做多的话可能会比较辛苦 那如果是做空的话像我有的时候做多有的时候做空 那有的时候会失败的情况下呢也是没有百分之百的这个保障的在这里 就看你自己的心态和你的这个风险都管控 那一般来说整体呢我们这个stock market它的这个火热程度吧 一般来说是1月到这个3月是比较火热的 4月到5月呢基本是有点这个嗯下跌的情况 然后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去休假了 所以这个stock market的话就还好 一般来说这个11月和12月的时候呢 这个感恩节啊圣诞节啊再加上年底 所有的公司在冲刺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这个stock market会很好的这个波动的 所以对day trade来说呢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波动中赚到很多的钱 那我们谈到投资呢呃讲真的也不只是这个关于day trade 你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啊比如说呃一些房地产呢 或者是买卖公司啊或者是一些project investment呢 就是我们公司都有做很多不一样的投资房客人 所以你也可以去尝试着不要把所有的时间放在一个地方去赚钱 也不要把你的钱全部放在一个股票的市场 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有不同的这样的被动收入 这样子的话那你是不是就会没有那么担心天天的这个一直去盯这个盘 所以这两个星期我基本上呢会很早起来听这个news 会看一下大概的这个市场大概7点钟左右的话 我就没有再碰任何关于day trade或者是在看这些东西了 最近我也在学习一些其他的啊学无止境嘛 一些这个关于这个投资的东西 然后呢也是在想做一些新的一些项目和新的一些事情 所以呢会逐渐的把学到的内容呢分享给小伙伴们 喜欢这样内容和这个投资或理财或者被动收入的呢 可以关注我的这个油管的这个频道 这样子的话大家可以一起去交流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样视频的小伙伴不要忘记打开那个小铃铛 帮我评论和点赞好吧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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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